請吳部長 吳部長辛苦了 是 委員你好 站了一整天早上 過去我記得我從報上曾經看到 好像部長曾經說過高學歷高失業歷是嗎 有沒有這件事情 我沒有說過這句話 那你認為現在社會上很多人在談高學歷高失業歷 您的看法怎麼樣 就是說從數字中顯示 我們的大學畢業生的失業率 確實是高於其他的畢業生 這是事實 對 那教育部有沒有去深度的了解一下 到底我們國內發生了什麼問題 尤其在高教這一塊 為什麼會發生這個問題呢 我想就是大學畢業生 他們的就業數相對來講低 是很複雜的一個因素 我想我問的主要是以高學歷 比如說博士好了 我們呈現出來好像 譬如說博士去賣雞排 很多企業主就說這種高學歷高失業歷 我看到很多人在講 您對這件事情的看法怎麼樣 如果針對博士的話 其實我們有深入檢討過 那麼目前我們的博士的培養的量過多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議題 那這到底是什麼問題 因為我們每一年學校所 如果是因為大博士嘛 通常以去教書為它主要的努力的方向 但是我們每一年所需要聘的老師 大概只有七八百人 可是我們現在每一年所畢業的博士生有四千人 所以他彼此之間的那個確實有很大的一個 對 沒有錯 如果以數字來看 確實看起來是真的博士就業率很不容易 但是比喻之間又不一樣了 對 我們同時也看到我們社會上 尤其需要研發創新的產業 事實上缺乏好的研發人產 是 這我們了解 那未來我們教育 即使您可能在五月二次以後會離開這個位置 但是您會建議說我們社會或是相關的單位 未來應該怎麼做 尤其以教育部的立場 其實我們去年度就開始推動 所謂青年學者養成方案 我們對於學術精英 尤其是對產學精英這件事情 我們覺得它是一個非常必要的 就是說如何在博士培養的過程中間 就讓學校跟產業界共同來培養這個博士 他就成為是一個尖端的研發人才 這個方案我們其實已經在進行了 而且到目前為止成效還不錯 那一般產業界也都願意積極來進行 譬如說像那個半導體聯盟 他們就希望擴大來辦理 在半導體人才的培養 但是同時除了像這種半導體外 其他產業 譬如說以食品科技產業 我們現在很明確的 我們缺化食品安全的人才 缺化各種評估的人才 那確實我們學校單位 沒有一個單位有辦法訓練這樣的人才 那我們應該要怎麼來做 是 這個問題上次在您質詢院長的時候 我回去就有交代我們高教師 針對這個方面人才的不足 我們已經開始檢討 我們下個禮拜就會開一次專家會議 那麼來收集大家的意見 然後陸續我們希望在這方面的專家嗎 高教師應該有邀請這方面的 對對 那我們國內有這方面的專家嗎 高教師邀請哪一些人當專家呢 會後我們再提供給委員 好不好 對 或者也再跟委員請教一下 我知道委員是這方面的專家了 是 市民安全 我剛剛在衛環問部長跟署長 請他們定義市民安全 都不知道市民安全的定義是什麼了 所以我都懷疑說國內你要訓練市民安全的專家 那我們中央支部管機關的首長們 都不知道市民安全是什麼的時候 我就很擔心 很擔心 高教師要哪裡去聘專家 好 我們來跟委員請教了 我說委員是專家了 是 第二個問題就是關於產業 就是說要發展技職體系 除了以目前學校的體制去發展 或是所謂像未來要成立什麼產學學院的機制以外 那有沒有思考到這裡面到底發生了什麼問題 過去台灣在短時間裡面成立很多新的科技大學 到底發生了什麼問題沒有 如果我們比較務實的檢討 我們確實發現在過去幾年 科技大學因為評鑑的關係 讓很多老師他反而著重於學術的研究 而忽略了實務能力的增長 這個問題我們希望在 我們其實從去年度檢討以後 我們就來努力的希望把它扭轉回來 但是目前您在計畫 未來市政計畫裡面設定 找的新老師應該有一年的工作經驗 甚至六年要半年的這個產業的聯繫等 這樣真的有效嗎 我想它只是一個開始 那它更重要的事情是如何能夠在教學 研究的過程中間 那個科大直接能夠跟產業界來合作 我覺得這個才真正能夠去務實的去落實 但是過去產業跟學校的這種建教合作 有發生什麼問題您知道嗎 我當然了解有的時候我們太快的去推一個政策 通常都容易有弊病 就是說很多學校為了看表面的數字的業績 它可能只是找一個形式的合作的形式 或者是說它的合作並沒有真正的達到雙方的 一個互惠的情況 其實很多在高職體系的學校 很多的學生就變成廉價勞工 然後缺乏很多的保障 尤其是保保等等都沒有 所以在這方面麻煩要注意一下 不然最後只是建教生變成廉價勞工 就對我們社會會非常不好 其實專業都沒辦法養成 再來就是 技術體系裡面的教授 過去在很快的成長過程中 為了增加博士的師資 讓他容易升級 其實這些老師是完全 就是國內訓練出來的這種一般大學的博士 那這些完全沒有產業經驗 那怎麼 目前要改變自己的體系 如果沒有什麼實質的改善 去要求這些技術體系 聘有產業專業經驗的人進來 那你怎麼去做好這種技術體系的體質改變 技術訓練出來的學生 都可能沒辦法符合產業的需要 可能您不知道 在我們國內一個很有名的國立技術大學裡頭 科技大學 一個老師有六項專業 沒辦法升等 要發表paper才能升等 那您覺得說 這樣的技術體系現在在改變 有辦法轉換過來嗎 那這樣的老師能夠符合 我們未來技術體系發展的需求嗎 我想委員所指出了這個問題 我們也都一直努力的希望把它改變 所以多元升等一直是我們在積極進行的 那我們也承認說那個速度不夠快了 所以多元升等 就是說您該講有專利或者是有發明的 它反而不能夠升等 我們希望這個事情也可以盡快的可以改變 但是它還是需要有整個學校跟社會的共識 我想這個是需要 教育部要建立制度來要求 不然這個 如果以發表文章來做評鑑的時候 當然對整個體系的改變就非常慢 第三個問題 我不曉得我還沒有一點時間 主席 可以 我在這個報告裡頭 你們的業務報告裡頭 沒有看到未來大專院校結束 然後這些教職人員 未來就業的問題怎麼辦 這些我不曉得教育部有沒有開始在規劃 有 我們有一個高教創新轉型方案 那去年3月份就公告了 其中有一個就是人才的那個轉移一致 是其中方案的一個項目 我們會後可以把資料送給委員 好 麻煩相關的資料給我 可以送給委員參考 是 謝謝 好 謝謝